大大逃亡到美好 那基本知道的可以看到一点 哪有不知道郭文贵的 不知道多少人 不是有些国内来的人 真的不知道 不关心政治的人 肯定不知道 不可能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有一段时间 我经常经常看 一看郭文贵的 刚开始看的还挺兴奋的 但是后来看看你们两个对象 他关注的比较多一些 后来我觉得我也挺忙的 我也没什么时间 我就关注的越来越少 然后我看你刚才这个 两个人的对阵 现在慢慢的已经从一个文明的方式 变成了一个 发贴的方式了 流氓队流氓了 我就不太爱看了 他是真流氓 但是呢 他要骗人吧 所以他装成君子 我是真君子 有的时候被对无奈 不是君子的招都用过了 君子也就是三招 都用过之后不起作用 那你怎么办呢 要不你就认输 躲开了 不说话 要不你就跟他一块 比他还流氓 用流氓的方式来对吧 流氓 因为如果是君子对君子 就没有必要那样 关键是他内人 他不可能成为君子 你再跟他用君子 那么你自己 对吧 肯定是失败嘛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尤其是搞政治的人 更应该是君子的这种方式 没错 没错 你自己说了一个条件 这是搞政治的时候 这哪是搞政治的 说的好听点 这算舆论战 舆论战 就看谁能影响 这个吃瓜群众 这吃瓜群众 就这点欣赏趣味 这吃瓜群众也不给你交税 甚至都不给你买产品 一点用都没有 这都不叫政治 真正的搞政治 我给你发表一篇演讲之后 有人捐钱 支持我这股装 美国优先 以后你多讲美国优先 这叫搞政治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报仇 我的目的是报仇 你报什么仇 你报什么仇 不如我呀 你没听见了 什么说我什么 这个那个的 那么难心的 那你也说说 有个先后吧 有因果吧 他主要是乌鲁六四 他有点 我当时对他还真是大爱 我是想把他骂醒了 你从那骂六四呢 怎么说 我怎么说 那么这话 什么说都不对 什么什么 谁提到谁犯罪 怎么说是不对 他当时不知道 怎么什么脑子 他当时 很有名 什么 你走到这个地步 我当时是这样 因为六四这个问题 跟国内不一样 六四在国外 他是一个写入美国的中学生教科书的 小孩都要读这个东西 他对六四的看法 只能扭转的 怎么出了一个风势工队 非要说这个好 又是谁提六四谁犯罪啊 那这叫什么道理啊 没有任何道理 而且他是住的你要失败的 你跟六四对你有什么好对的 你就是说明其妙的 我当时希望当头棒贺 当头棒贺都是善意 不是主要不是操他娘 是棒贺希望把他脑袋当成那点智商 我激活了 结果我高估他了 他没有智商 我觉得他也一套一套 他就是两套 就是A方案 D号 D方案 A方案的就是 他天天说啊 明日人士永远是我的朋友 我永远不可能攻击明日人士 天天关了嘴 我永远不可能说 就是说 A方案就是骗取美国的政治避难嘛 就是他跟 你像骗取美国的政治避难 你当然不能跟民意为敌 你跟民意为敌 你怎么可能给你这个正信 这是他的A方案 但是话题方案 A方案走不通 6月半半的 就是犯罪太多了 正式避难就是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不能有形式犯罪废 这个他过不了关系 我那意思就是 真是犯罪嘛 还有中国政府正在追他的 强奸啊 洗钱啊 什么 什么 强迫交易 对吧 骗取 骗取 这都是形式犯罪 你不能给你 不可能给你政治避难 再加上洪空 两道洪空 所以他就发现 A方案走不通 他还有一个备用的B方案 B方案就是 A方案失败之后 B方案上飞机回到北京之后 无法 到法庭上怎么说 怎么解释探逃国家 因为到了法庭上 就是探逃吧 你只要申请过政治避难 管你去 管你不是他决定的 他当然不愿意 都是抢 就是这个引渡 那他的B方案 第二个方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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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替失败 回公处法 怎么办 怎么解释自己的探逃国家 出卖国家 你申请这么理难 就是 按照中国的定义 就是探逃 就 defection Graties 我也立功了 我把海外民运全消灭了 把北京之内全部都毁毁了 我把北京之内 还有可能把北京之内太实际 这是我最担心的 今年啊 有可能他通过赵炎把卫星死 因为他们有心脏病 有心脏病的话 王立军研究了很多种方法 知道你有心脏病 说两句话给你气死 这太容易了 但卫星生会受他的影响吗 现在看来会 而且 真的是 一步一步的 就是劝老卫啊 是一定要小心赵炎 赵炎会害你的 害你什么 擦了你好几招了 头上的 老卫的老子 潘能力啊 那我说他是干脆 绑了一关 我不听话 你不知道赵炎 那个赵炎的舔工 赵炎是个吃软饭的 搞定人那是有一套的 老卫扛不住 ansas自村的脑量 因为他们常见练 呢 经常着他们他做下门拜法 把他们的抽款渠道全部消灭 民运已经成了臭狗屎了 他们一生前也筹不到 你看看我 我把美国经都搞臭了 我把明镜也搞臭了 我把博训也搞臭了 他们都搞下去了 我为国家立了功了 一个国家的情报机构 做了这么多贡献 我郭文贵也做到了 江湖不过吧 我可能判他20年就算了吧 本来要枪毙郭文贵 判二十年 那也值了 这是他的B方案 按照他的执行B方案的时候 那是无所不容其击 所有海外民运的反共了 有点名的有点势力的 全部干掉 他很清楚 他这个人没有任何 他这个人就是有一个特点 没有任何底线 我好久没工作了 他现在是个什么状态 现在进入骗捐状态 今天我还没来机看 今天就直播了 直播将近一个小时 骗捐状态 搞了一个法制基金会嘛 不赚钱就是五毛 他的钱现在 他的钱就是一冒头 就面临着冻结 因为已经宣布了 宣布的是红坑 第二呢宣布的是红坑 一旦你这是上了红坑名的 上了几千名单 你的钱就不属于 小花都购了 他是不是偷了很多钱出来 我不是给打个比方吗 说这个史克康 有很多风球吗 这没份袋 埋在这儿埋在这儿埋在那儿 都是一管 他知道 他用不同的名字 不同的公司 你王金山想查都查不到 因为不知道他名字 知道这个名字进入这个 搜查名单那是能查到的 你名字都不知道你怎么抽 他需要他帮帮帮 他需要他把那个账户里的钱 动一下 他一回到纽约 郭文贵 他动结了 他当然不会是郭文贵 郭文贵就下来没有钱 他得无断的建立 一斤的公司 最好这公司有背景 有巴黎这样的人 这样的退休老头 给他七十 班农也不行 在英国吗 你那是去英国吗 在英国吗 你那是去英国吗 我好久没跟踪 前一段时间看他们打个热了 所以留意一下 不跟踪 不跟踪 天天来来不回 就这些事 我天天跟踪这个 我觉得很复杂 他弄得很复杂 不断的又有新的剧情出来 你看了之后 因为这些剧情都是假的 都是谣言编造的 你看了之后 你的分析能力 你的时间不够的话 你就可以带 就带的更傻了吧 所以看一看 我觉得你就被他带傻了 我还好 我努力保持正常 好多人的傻不够的 要捐钱给他 他现在就是要求捐 有些人 国内的人说 麻烦你卖掉来捐 是吗 他说只有他 才能吹罚共产党 还要说卖肾 我把肾卖也没有 全给 全给 郭文贵 确实是一个 郭文贵这个现象的本质 现在很多人 在士不想 他归纳 都归纳的 我到现在为止 没有看到一个人 就是郭文贵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 你吃这么大的风浪 我都还没看到一个很好的 我总结出来了 也不是我总结出 一百年前的 我是一种群费的疯狂的现象 群众就是傻吧 就是这些油管的观众 推特上的那些 他的脑子是不够的 他加入了这个群体之后 他对郭文贵的光环 这个财富 给傻了 就是这个思路 他只照着郭文贵指的方向去思考问题 其实他郭文贵指的恰该是什么 是假的 是你 不说 是早上 但是很多人信 很多人信 什么事啊 嗯 我觉得你还是半个 我就是一个你还是半个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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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